彭佳佳確定先還八百萬 拼到血壓標報告 還被年輕人diss 今天那個年輕人 最年輕人才十四歲 只是他說 你怎麼會有我呢 十四歲耶 然後還有年輕人說 我很親的 彭佳佳近期化身濟公 走入夜市直播 努力接活動賺錢 日前爆出入港兒子 嚴世夫妻 控彭佳借百萬不還 彭佳兒子皮皮幫回應 表示老爸在林董規劃下 預計在週一 還八百萬給二十七名在主 依照比例分配 入港兒子間嚴世夫妻 大約可以分配到五萬 年輕人講話 就覺得 這一槍就打中了這樣 你怎麼會有我呢 我以後應該都會接近年輕人 那個開放大聲工有沒有 哪一個人對你講話這樣 不是安慰我的 你會講實話 年輕人不會安慰你 他會講實話 我跟你講我沒有工作才是痛 人家不是這樣不一樣 因為工作我已經生病了 你最好把我排滿這樣 你最好把我排滿 排滿 排滿 現在一個禮拜大概幾個工作還滿 一個禮拜當然要工作七天 身體還好嗎 身體 你覺得呢 我覺得這樣好不好 哦 你拋得下去嗎 蛤 你拋得下去嗎 蛤 你拋得下去嗎 不用叫 我不用叫 你拋得下去 不用叫 我不用叫 你拋得下去嗎 你拋得下去嗎 身體的健康來自於心情 所以心情如果有一個調整的話 身體就不會受影響 大概一個月之前吧 每天起床血壓都是190幾年 每天在那邊傷腦筋 然後現在它已經降到我130個月了 那我是在自己心境的改變 還不是要我 現在在工作的時候 偶爾 尤其是之前 在台上會閃生 我自己是發覺自己閃生的時候 那我期望別人沒有看見 可是當下台之後 我的partner 你今天補台隊好不好 而且我們長官也說 從電視看你覺得怪怪的 就是這件事 不被我自己允許的 就是你的心情已經帶到台上去 就是錯了 那或許最近 就是這一陣子這個 有收到很多人的關係 對不對 像離婚的消息出來 那也不是現在的事情 就是他就忽然間 忽然間講出來 哇 你自己心 沒有注意到 你這樣很會跟前妻的關係 你會有點尷尬 因為被告出來 被大家關注 我覺得還好啦 因為 反正對我來講 這個 不就是一件事 不就是自己的私事 那外界 我不去看 我不去看評語 我不去看 那我自己心裡 跟妳了解 講 我們昨天有跟協帖哥 道歉 這件事 就有覺得 那個烏龍事件 其實大家 就說一說就好了 那你叫我一聲碰拔 沒事啦 沒事 那你怎麼會這樣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博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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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啊 快了 好嗎 好嗎